在明年 關於你們未來 你們桃園好賺優質住宿選拔這個部分 你們現在是要用什麼樣的一個評比方式 我們的評比方式分成三類 當然有專家 還有神秘客 還有網路的人氣 這三個我們都有 那你們評比有分這三大面向 那我是希望 因為我們桃園市 尤其像我們大溪復興 因為礙於有些相關法令的部分 因為它發展有限 所以我是希望說當然 我們一方面又要推廣在地的一些觀光的產業 那二方面又不能礙於法令的部分 又不能大面積的推廣 我是希望說 我們除了評鑑之外 我們要輔導它 是不是說跟我們當地 要配合你們的一系列的活動 來做一些每一年都有一些推廣 推動一些不同的一些特色 大溪復興其實 我相信你們那個官履局 每一年針對這個區域 都有推動一些不同的一些特色的活動 對不對 那那個配合活動當中 那是也輔導這些店家 來融入我們這些活動當中 讓那個 除了來吃或玩樂嘛 對不對 這整個的面向當中 都可以面面俱到 好 希望你在這邊可以大概 針對本期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可以大概略略提出一下你的想法 好 我想我們不只是飯店 那當然我們首先還是希望能夠推動這個飯店的品牌 我覺得飯店品牌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麼另外我覺得我們還希望能夠讓我們下一個階段 希望能夠幫飯店加值 所謂的飯店加值就是 你來我這邊住 我們希望以飯店為中心 推動飯店周邊的這個小旅行 套餐專案這樣 對 讓他可以在飯店走一走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好 我們跟那個飯店業者 希望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共識 我們會共同來推動這些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你未來評鑑當中 不要說你今年的特色 其實跟明年的特色差異不大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在我們去做評鑑的部分 我們覺得未來 這也會有很大的一個質疑的部分 對不對 那是不是說 那當然他們有這樣子那麼好的構想 我們給予肯定 那當然是絕對是ok的 那但是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如何讓他們能夠 能夠融入我們管理局 每一次在當地周邊 辦了相關活動 能夠互相相承 未來我是希望說 我們也可以朝這方面 不妨朝這方面 來去多想想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請那個黃黃如 黃議員 這個我知道你對 你對這個桃園好戰 很關心 那第一個為什麼要用違反 第二個剛才有民眾在抗議 有民眾在抗議 因為他在看轉播 所以有的根本地目不符 有的根本就是有瑕疵 也列入那個地方好戰 不會 一定是合法的 那分比預算 主席分比預算暫時擱置 希望你把得獎的這15家 能夠把這個名單給我們 我尊重異作 我尊重異作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 一定是要 你是委辦是委託什麼單位辦的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委託一個公開甄選 可能是一個公安公司 或是一個管理公司都可以 他來協助我們做一些行政的一些相關作業 那我在這邊再三的跟異作說明 每一個進來的我們都要做資格審查 一定是我們合法的 不是啊 你委托外面的單位 他會這麼仔細嗎 他的評審可能只是對於這個外觀 對不對 還有他的特色再給他包裝一下 那基本條件是我們審的 是不是 我覺得既然我們 既然我們桃園好戰 發出去的這個牌子 是我們鄭文燦市長 是桃園市政府市長 如果你這個有瑕疵的話 等於是我們給他 給這家的那個業者背書 而且這根本不應該用委辦來處理嘛 對不對 我們市府裡面的地震局派一個單位 你們官刑局派一個單位 對不對 然後那個城鄉局派一個人選 對不對 各單位來做一個那個 衛生局派一個單位 派一個人選出來 來這樣子來評選 對不對 為什麼要去委辦呢 是不是 當然我們要一定要找專家來 因為這些三位專家 他們一定有他們的一個專長見解 但是我在這邊再三個 不是啊 你剛才講 我剛才並不是這樣子說 我再三個一座保證 來參選的一定是我們列館合法的飯店 列館合法的這個民宿 絕對沒有什麼違法的問題 而且第一關就是我們把關的 好 第一關就是我們把關的 我再次再三個 主席啊 這筆預算暫時擱置 因為希望他把那個去年 有得獎的這個名單 能夠提出來 我們在網站上也都有公告 因為那都是我們行銷的重點 好 那沒關係 預算暫時擱置 等到我們上網看 看了以後覺得沒有問題 以後再讓他過 好 我先所理那個黃如議員 所提的歌詞案 在0251委辦費150萬 黃如議員好站優質住宿顯榜 既品牌推管 主單歌詞有沒有人服役 有沒有人反對 歌詞通過 針對第35月還沒見 沒有 好 通過 第36月沒見 謝章文 謝議員 好 那個關理局行局長 是 我想有關於36月 一個263萬交通部觀光局 補助地方政府 執行違法旅宿的這個取締工作計畫 那我想那個局長 其實我們在議會裡面 事實上也質詢過很多次 那我們桃園要發展觀光事業 其實不是只是建構 這個觀光旅遊景點而已 而是要想辦法把這個旅客 留在桃園 然後消費在桃園 帶動桃園的這個 所謂的地方的這個經濟 然後讓更多的這個旅客 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旅遊活動 看見桃園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根據我個人的這個了解 我們現在這個合法的這個 合法的這個旅館 有這個201家 民宿的話呢有28家 觀光旅店的話呢有8家 但是呢這個 除了這個合法的以外呢 我們非法的有3 非法的這個旅店呢有38家 民宿的話呢有26家 對 全部加起來的話有64家 他們可能因為這個土地的這個 使用類別沒有辦法合法 那當然土地類別沒有辦法合法 那相對的他建築起來的這個建築物 當然就沒有辦法合法取得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使用 建築執照跟使用執照嘛對不對 那我就請教那個局長 那我們在這部分 我們對於這個非法業者 其實當然不是要消滅他們 而是要用更積極的這個方法 去那個輔導他們 這個就地合法 那我請問你在這部分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去著力呢 是 所以我們除了有取地 我們也有輔導 那但是我們輔導 那怎麼去輔導他 我們剛剛我所提到的 我們在復興區 因為復興區 它的環境比較敏感 我們優先輔導 我們提出了三年的輔導計畫 那我們也請了一個顧問團來 有關於土地問題 建物問題 還有經營的申請問題 這三個我們就分別幫他們診斷 然後協助他們來 將來提出相關的申請 我們會有專家來協助他們 那局長我覺得這部分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有一些 更積極的這個作為 那這是這個第一個的提醒 那第二個呢 我想現在就是背包客 是非常時尚的這個旅遊的這個方式 那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這個背包客 那透過呢這個網路 去那個訂這個民宿 那這個民宿裡面 就是一般大家常常聽到的 所謂日租行的這個民宿 那這個日租行的這個民宿呢 它大部分呢 隱藏在這個社區 或者是這個社區大樓裡面 對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消防安檢的這個問題 那也會有一些自安管理的這個問題 那甚至呢 我覺得對經營這個日租民宿的這個業者來講 也可能會有一些逃漏稅的這個問題 對不對 那所以如果我再想到這一部分 好 好 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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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 是我謹記 好 針對第36月沒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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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 這個錢 你說多嘛 又不多 你有少嘛 也是有七十萬 是 那你這 我們台灣市觀光協會呢 總共有幾個 對 有幾個單位 目前列館的我們有六個 有六個觀光協會 工會跟協會 那工會協會 那你在賠利的這個計畫呢 它的效果成效如何 你說明一下 我說明一下我們去年沒有編 所以每個工會團體都呱呱叫 因為他認為說既然我們是他的這個主管機關 可是為什麼不能協助他們 包括他們想要建置一個好的網站 我們也沒有辦法幫助他們 他們想要做人員的訓練 我們也沒有辦法幫助他們 那你了解 那你了解了 他們要幫我們政府呢 你這個是對他們的一個補助嘛 對不對 你要 他們呢 他們到底要做的哪些 那你們能給予多少的資源 他的所做出來的 對我們的觀光事業呢 效果又是如何 是 他們是第一線團體 所以我們一定要跟他們 站在一起 對外去做行銷 他們很多 連基本的一些費用 不太容易 那包括他們的人員訓練 都不容易 我說沒關係 我們來協助 那剛剛我提到的 網頁也是一樣 這幾個大家都不是很熟悉 因為他們的網站都不是很健全 那你這樣我剛才講的 七十萬多有不多 少也不少 那你既然有六個公衛協會 是 你把六個公衛協會的面當給我們 好 然後呢你這個鄉人 你要協助他們 希望真正把錢 花在島口上 讓他們共同 為我們桃園市的觀光 共同去努力 你不要說 只是錢給他們 那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是 謝謝 沒有問題謝謝 好 謝謝 針對第37 還沒意見 徐徐萬議員 不 徐蘇議員 每次都要講錯一次 好 主席 主席 這個 我們這個觀光旅遊局啊 其實說實在的 在今年來講 算是蠻不名譽的一年 有關啊 這個 我們的評比啊 竟然是說 桃園是一個很難玩的一個賭石 讓我覺得很沒有面子 那 他不是評比啦 他是網站的一個 大家的觀感嘛 對 那我的觀感也是如此 過去最起碼 我們在小屋來 當時呢 還營造了一個天空步道 我想全國也是知名啊 那這兩年啊 我們觀光旅遊局 的業務裡面 對於桃園實質的 觀光的這種推動 硬體跟軟體 真的還是那句話 叫乏散可乘 我們看到這個編列的 取締這個 民宿啊 倒是編的蠻多錢的 不管是 中央的補助 包括我們自己的一些配合的 這些所謂的零星的一些預算 都是著重於取締民宿啊 但是喔各位要知道 今天桃園要發展 這個觀光的話 沒有民宿啊 真的 誰要來啊 吃喝玩樂是最重要的 再來就是一個亮點 所以我想說要建議啊 你今天編這些錢 這兩年來講 這麼多的預算都通過了 但是真正讓我們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留下來的是什麼 幾乎都是辦活動 現在呢 這又一個去年沒有 今年又補助觀光事業 所以也就是說 你看我們昨天才說 政府一直加稅加稅加稅 然後呢這些錢呢 每年就拿來補助這些社團 委辦辦活動 我認為喔 對不起老百姓啊 所以啊 本期啊 正是歌字 正是動議啊 這筆七十萬預算 歌字 謝謝 好 針對那個 徐書議員所提的歌字 七十萬的這筆 有沒有人服役 有沒有人反對 好沒意見 通過 歌字通過 第三次還沒意見 沒有 好通過 以上觀光旅遊局局本部預算 接下來是 風景區管理處 請各位翻到 同一側的 十一支 零二支十八頁 十一支零二支十八頁 風景區管理處第一筆預算 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預算金額六千零七十二萬三千元 夜次十八到二十三頁 總共有六頁 從十八頁開始審查 好 針對風景區管理處的 第十八頁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通過 第十九頁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通過 第20頁也沒意見 沒有 後 通過 第二十四頁也沒意見 沒有 好 通過 第23頁也沒意見 沒有 好 通過 經營管理預算金額一億八千五百一十七萬五千元 業次二十四到三十四業總共有十一業 從二十四業開始審查 站對第二十四業沒意見 好通過 第二十五業沒意見 好通過 第二十六業沒意見 徐蘇議員 這個池湖啊 池湖有沒有可能 現在是中央在管理是不是 目前他是委託我們來管理 後池湖 包括後池湖 包括前池湖 周邊是我們管理 可是臨請的部分還是由國防部管理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這個臨請的部分也 撥到桃園市政府這裡來管理 目前還有國葬法的法令的規定 那個是國葬法的一個法令規定 那如果說 我們是覺得那個憲兵 就是說那個衛兵的交接 目前也是我們觀光的亮點 那如果我們這個軍方願意繼續來做這樣的一個 這個服務的工作 我們是非常的 好 請問你喔 現在啊 因為兩岸啊 陷入一個這個 所謂兩岸關係的一個焦灼 那陸客減少了 陸客減少的話呢 我們所謂的這個風景區啊 裡面的一些觀光景點 尤其這些店家或者一些農特產銷售的這些農民 影響非常的大 現在池湖我們去看啦 看到就知道 現在的車輛 人次跟以前來講呢 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語啊 因此喔 你這些預算一樣照樣這樣編列的情景之下 我請問一下 對於這個陸客也好 觀光減少了 你觀光旅遊局到底提出什麼樣的一個具體的做法 這邊的預算很多是環境的維護 這一定還要再繼續編的 因為環境一定要再繼續維護 這是我想第一個要說明 第二個有關於馳湖的這部分喔 我們也希望能夠增加它新的功能 吸引的不只是陸客 吸引不只是陸客 包括其他所有的客人 我們就全部都歡迎 那剛剛我有特別提到 我們今天有一筆預算是希望增加它一個展演舞台 也就是說在它目前現有的限制下 我們希望能夠引進一些表演團體進來 為什麼 因為它是容易馬上可以吸引一些西客的一些相關的 我希望啊 局長你應該是要真的 包括邀請一些專家學者也沒關係 針對池湖也好 腳板山也好 這個區塊 現在陸客減少 我們應該用其他的一個什麼方式 來刺激讓這裡的觀光景點的一些遊覽的人士 能夠來提升啊 這個對實質的觀光才有效益啦 不要啊 都輪於喔 這個一些嘴上在那邊講喔 沒有具體行動啊 因為民眾的這個眼睛是雪亮的 沒有人就是沒有人 你再怎麼樣行銷 數字上再怎麼好看 你騙不了老百姓 因為他們口袋都沒有錢可以放進去 只有加稅 謝謝 好 針對第36頁有沒有一見 沒有 好 通過 第26頁有沒有一見 沒有 通過 第27頁有沒有一見 黃黃倫議員 黃黃倫議員 因為它是一個系列的啦 那個獲選的那個名稱是叫什麼 叫什麼 綠的旅館 綠的旅館 也沒有綠的旅館啦 因為它是168的系列 糊隆糊糊隆 一下就可以過了 不會 藝座我們不會 藝座我們不會糊隆 因為那是公開 對啊 你叫我上網看 是不是 是 2016年 今年的沒有 好 那會後我們再跟藝座清楚的說明 2016還沒出來 真的 我希望市長請你們這些學者來 你們真的是要摸著良心 在議事堂可以這樣亂講嗎 可以這樣隨便亂說嗎 這個是上網的資料 你不知道你就跟我講不知道 是不是 你隨便 隨便 芙蓉 什麼168 然後還有什麼 講的結果 只有芙蓉對其他都不對 是不是 隨便講一講就能過關 還叫我自己上網看 要拖延時間 是不是 我們會改進 那我就是準備一個 iPad在這邊上網看 結果根本沒有這麼一回事 是不是 可以騙人嗎 是不是 當老師可以騙人嗎 當議局主管可以騙人嗎 當然不能騙人 絕對不可以騙人 對不對 而且這是在最莊嚴的殿堂 是不是 亂來 這個不理想的地方我改進 對不起 這改進 這是本性 我看也改不了了 真的啊 你看他叫我自己上網看 我再跟一座說明一下 你根本沒有 今年的還沒有公佈 怎麼會沒有 今年是2016年 今年的是2016還沒有公佈 去年的是2015是公佈了 公佈的叫168綠的旅館 好啦那你再去綠的旅館 你拿出來給我看 你的網頁跟我的網頁不一樣 好不好 好 為了你 你看嘛 好 針對第27月沒意見 有五合議員 那個局長 你要說明清楚啊 剛才我們議員講的 你說綠的旅館齁 我剛好在網路上 打綠的旅館就浮出很多 我們桃園市的綠的旅館這個資料出來啊 怎麼會找不到 有 我們的官網就有公告那個2016 對不起2015已經獲選的 去年獲選的15家的旅館都有 所以說你們在議事堂所呈現的 不論你們的言語也好 你們的數據也好 你們都要有真實性 不要讓我們不以為你們所講的 都是在呼嚨好不好 好 像我們剛才說 你所講的綠的旅館打上去 全部都有浮現出來啊 有 好 謝謝 謝謝一座 好 針對第27也還沒意見 沒有 好 通過 第28也沒意見 沒有 完後與預言 局長你好 我們非常支持那個小屋來天空步道的預算 只是我想要請問你 就是今年的那個遊客人數 我上次去真的是冷冷清清 幾乎是沒有人在那邊的 那你們現在有沒有什麼因應之道 另外是不是會在那邊辦一些活動來帶動相關的人氣 其實我們不只是活動啦 其實蠻重要的是 就是跟遊樂園一樣 經營的話你在三年後 一定要有新的設施進來 所以我們小屋來 將來陸陸續續都有新的設施進來 包括連接小屋來跟羅浮之間的天空滑道 現在還在準備做招商的計畫 包括羅浮這邊也有一個溫泉的開發 包括小屋來這邊 除了我們的天空步道 天空滑道之外 我們的周邊也希望能夠透過一個環境的整理 能夠讓這整個遊客能夠進來 那今年剛完工 你這樣子人數減少 然後我看到工作人員幾乎都在聊天都在發呆 你是不是有考慮在人員上面做減少的一個動作 因為確實遊客數量不像之前這麼多 結果你就讓你的一些工作人員 之前我們抓到他翹班去山上喝酒 那不管這個 那到底現在的人員上面是不是有調整的空間 我希望您好好思考 好 謝謝 我也請處長這邊特別來檢討 好 謝謝 好 針對第二次搬眼片一屆 好 謝謝萬議員 好 局長 你們 我們市政府 現在有規劃 明天要到日本 這些去參觀他們的溫泉設施 你們有沒有參加 目前我還沒有接到通知 看你自己有沒有編列經會 不好意思說 那個是在我們的一個溫泉專案會議裡面 然後這個部分 他們有邀請參加這個會議的相關單位出席 相關單位出席 那你們有沒有這個預算 這個預算是編在水護局 他們有幫我們一些人員 對 那一天我在審討一直在水護局 我才會了解說 那你這個水護局要參觀什麼 他回答是說 要去參觀日本的這個溫泉設施 那是不是呢 我看你的這個預算裡面 就沒有你們的這個國外禮會的設施 那是不是你們不派你們出去呢 在溫泉專案會議裡面有講 因為這個溫泉會議的秘書工作 是由我們管理局在做的 那一定會有我們人員在裡面 副市長 我真的 我真的是 你們的經費上真的 真的觀光推動的是你們管理局 那小屋來溫泉將來委託管理也是在管理局 但是呢 你要出口考察的時候 要去考察溫泉的 包括他的設施 結果呢 你在這個經費沒有在你這個管理局 就是編列在你的水護局 那這樣是不是 那你如果說照這樣來講 那你是不是你沒有這個你費用 到時候你們是不能承請 你們不能去啊 我想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有關那個計畫 那個出國計畫 我們目前整個計畫內容是六個人 六個人裡面其中有三個是水務局 我們會管理局有兩位 還有父親公所一位 這種方式去組繁去的 不是只有存水務局的人 以上說明 那你在這樣的話 那你在小屋來溫泉管理 委託管理 現在是有沒有指定哪些對象 這個不是委託管理 這是整體規劃 不好意思 這是委託整體規劃 這是規劃 對 這是委辦會 那你們就沒有指定對象 沒有 要招標 我希望說這個要公開 一定是公開 而且整個委託管理 整個委託管理這個規劃的時候 整體的讓我們所有的市民更了解更多事 是 好 謝謝 針對第二十八也沒一件 沒有 通過 第二十九也沒一件 好 通過 第三十也沒一件 李淑貞你一言 請問一下 那個局長 我看到這個二十九也最後一條 就是說在虎頭山的停機坪 興建一個廁所 要兩百萬 廁所你建了幾間 這一個是用 我們用一個檢疫室的 那原則上我們現在規劃是 女的 女生要用到五間 然後男的兩間 檢疫 你寫了檢疫的廁所 總共七間的廁所 為什麼要用到兩百萬呢 因為這裡還有必須要有那一個污水處理 污水處理 是不是 徐昂你去過田基坪嗎 去過 去過 好 我覺得虎頭山 我們這裡也編了蠻多的預算 那假日我大部分都有去那裡 是 那覺得 我覺得那個地方 我們編了那麼多的預算 其實改進不多 噴噴咴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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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咴咵咴咴咴咴咏 還是很多 對 有沒有 抱歉做 因為那個我們自己公園的部分 只有25.69公頃 那其他後面我們現在 概念上的虎頭山一直到豐樹村 這裡面很多的市人鼓勵 其實上停機坪下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要轉 右轉的地方 是 那個地方要到那個春天農場 那個地方 是 那個地方 麻煩局長有空的話去走一下 好 那個路真的是 石頭路很多很容易去拐到腳 那您的預算我們是支持的 但是希望你說好好把它做 因為湖頭山是整個桃園市的市民 不是只有桃園區的區民 我也常常去那邊走動 結果那個地方改善的空間還蠻多的 所以希望局長你好好的用心 那這個廁所哪時候會弄好 廁所今年預算過 我們一定會在預計 在八月應該之前會好 因為這還有要申請雜雜 廁所興建了之後 我希望管理是很重要的 廁所做了之後管理沒有做好的話 那整個空氣就完全很糟糕了 所以廁所方面我們是支持的 但是希望說200萬的經費 可以做到美輪美奮 可以做到五星級的廁所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身體第31名沒意見 非常好 李波凡的議員 是 是 對這個前池湖供水的一個老舊系統的更新的部分 是 那我要就教授就是說 就是說在後池湖的一個廁所的部分 用水經常的不足 那到底我們在後池湖的部分 是不是為了這個洗手間的一個整潔 所以這個供水問題也變得很嚴重 所以你前池湖有做後池湖的部分 是不是有相對的在做一個整件呢 跟一座報告後池湖原則上它有六間廁所 這後池湖的供水都從來沒有斷過 那一座指的之前你跟我指教過好幾次的這個 南館門的這個廁所 然後我們這個廁所部分我們今年也會再來加強 那現在這個部分因為它使用量 都是集中在假日的早上 他說尖峰時間不足應該這樣平日是夠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來補足這個尖峰不足的部分 我想不管是尖峰或離峰 因為你是用一種自動控制 那事實上我們增加量就是以備不足 所以我想假日遊客來那麼多 那如果說是設備不足應該是要增加設備 避免造成一個張站 那影響到整個一個關站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是請廚長再多加強好不好 是好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三對立三十頁還沒見 沒有好通過 三十一頁沒見 好通過 三十二頁沒見 好通過 三十三頁沒見 好謝謝萬議員 請 請 二十二七九一班事務會 而且內容你的說明 小烏來義盛區及兩蔣文化園區清潔綠美化及花木 草坪工 草坪修剪茶草清除 草花更新補職服役 環境美化等相關工作 你兩邊的 你三十三月跟二十八月的 文字敘述是一樣的 而且你的科目也是零二七九 都是一般事務會 那為什麼會用這樣的一個編列方式 不好意思做 因為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收支對立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這三十三月是收支對立的部分 然後編列經費在北橫管理站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有一些預算在我們有收入的部分我們就要有支出 那我們覺得這個部分是可以由這個收支對立來支應的 那如果說可以全部在公寓算是最好 那可是我們希望說我們有達到我們的效益 那你的科目完全都是一樣都是零二七九一般事務會 是我們定起來的 並起來 那我們到時候這委外發保障是算面積的 那廁所現在我們現在監管廁所二十九間 我們廁所是算間的 那你的收支對立一樣都是收入就是我們都是要入我們市庫 對不對 那市庫那你不管你是在這邊的還是二十八月的 你這都是要用我們還是我們市政府的 市政府的整體的發發工作吧 是那我們因為我們收入 譬如說我現在收入一百塊 那封管處可以去規劃這個預算是八十塊 那我如果把這個部分沒有把它併進來 那我就要再去編一筆七百一十九萬的做其他的事情 那我們當初是覺得說這個是很實質的效益的 那尤其有時候還有增加一些面積出來 我們是先放在這個地方 對啊你要再說明一下 不然兩筆都是覺得科目也一樣呢 那為什麼又這樣來編列 那編列這樣了解你 當然你這底下有收支對立的一個問題嘛 那收支收入一定是出庫嘛對不對 那發包也是要我們市政府來做發包嗎 是一樣 好 謝謝一座指導 好 針對立三十三顏妹一屆 沒有好 通過 第三十四顏妹一屆 好 通過 對不起 對不起 那個 黃旺如一言 這局你先講 黃旺如一 好 崔熙也好 崔熙也 謝謝 謝謝主席 終於有看到 因為我們舉手舉很久 局長請教一下 那個有關那個小烏來那個溫泉 很多那邊也很多民宿業者嘛對不對 那邊真的有溫泉帶嗎 有 有啊 對 因為小烏來那個烏來就是溫泉的 原住民就是溫泉的意思 那桃園哪裡還有溫泉帶 除了小烏來 桃園溫泉的地方是蠻多的啦 但是我們羅浮那個地方 我們這個月的 我們下個禮拜就開工了 挖溫泉的那個工人 挖溫泉 這次開工了 我們給你滿多金費的 我們給你滿多金費的 把它供應到其他地方來 所以這個 你是供應給其他業 那個旅館業者還是民宿業者 都可以 還是市政府自己辦 都可以 但是目前第一座要供應的是 我們自己做好一個泡腳池 我們在泰雅故事公園已經完工了 也做好一個泡腳池 所以第一個會先供應的 就直接拉到我們的泡腳池 那是委外經營還是我們市政府自己做 將來的有可能是委外經營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天空滑道 還有一個遊客中心 那將來它要負擔我們整個 泰雅故事公園的一個維護營運 這三個會變成是一個經營的主體 所以這樣子桃園才真的有一個觀光 值得去的地方 泡溫泉不用到宜蘭 不用到礁溪 在我們小屋來就可以了 因為很多鄉親也問我 那個溫泉是不是粉泡一泡弄的 溫泉粉弄的 是真的我們那邊有溫泉帶就對了 是 好 謝謝 好 請那個梁偉超議員 局局長 我想這個2800萬的 小屋來溫泉的建置設備費用 我們這個溫泉的水質是什麼水質 俗稱美人湯的碳酸泉 所以碳酸氫納泉對不對 那這個大概預計挖幾米會有這個泉水 一般大概900米的地方就最多 那看運氣 有運氣好一點就淺一點 運氣不好 像大阪根還挖到1000多 一般我知道是要1000米到1500米才有可能挖到 那一般預計挖這一口的溫泉大概多久 多少錢的經費 我們今年有編列啦 那個 編列多少錢 經費應該是差不多將近1000萬 挖一口要1000萬 1000萬的工程 那我們預計挖幾口 目前就是第一口 目前就是第一口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委託由哪一個公司來探取這個溫泉 這已經發包了 目前發包給哪一個 這個部分是那個復興區公所之前就已經委託專業單位已經探勘完了 那確定這個地方是有溫泉 一般就是中油嘛 中油有在挖溫泉對不對 那是委託中油嗎 不是 不是 所以你們也不知道是委託哪一個 對不起 工所當初委託沒有辦法吸救 工所負責的部分是規劃的部分 那那個挖溫泉的發包的部分是由我們發展課這邊來負責發包的 那那個發包得到的那個廠商名稱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得標的廠商名稱 溫泉 挖溫泉那個得標廠商名稱 沒有我想了解的是 到底這挖溫泉 我覺得還是一個很專業性的東西 那到底因為挖這1000米或者1500米 未來的確不確定能夠成功 我覺得這是一個關鍵 不要花這麼多錢 到時候我們溫泉挖取的過程當中 結果沒有挖到一個好的溫泉點 那造成這個經費的浪費 那當然既然有這樣的溫泉 我們大家還是站在鼓勵的立場 畢竟多了一項休息觀光的景點 讓我們讓大家也知道我們桃園的確有溫泉 目前我們中壢游 南方中壤也有一口溫泉 那平鎮好像也有一口對不對 我想都是有溫泉的地點 只是要讓民眾去了解 我們桃園的確有溫泉 那未來的行銷宣傳這個部分 局長大家要用心去做宣傳 一旦確定了 那周遭的相關設施 我覺得也要一併把它列入考量 讓整體的溫泉的旅遊 能夠更加完整 這樣子好不好 好 局長謝謝 好 謝謝 你給我請李波凡議員發言 局長我想我們復興小烏來的溫泉的部分 對整體的一個復興的跟大溪的觀光發展 一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對 但是在這個我們做這件事情的同時 可能有幾件事情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 烏來的溫泉的發展 應該是我們的一個借鏡 到底 因為溫泉它畢竟是 以目前國內的溫泉的一個開發 也到了某一個成熟的狀態 那到底我們桃園在開發這個溫泉的同時 能不能讓整個桃園的溫泉 變成國內的一個溫泉開發的一個指標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所謂的他山之石可以工作 包含著日本的溫泉 我們去日文考察了之後 或者參考我們國內所有的溫泉業的一個發展 到底我們桃園下一步溫泉要怎麼走 也就是說整體的規劃 應該怎麼樣達到所謂的預期 所謂的這些觀光客預期的一個水準 這一點可能我們要先思考的一個地方 第二個我想可能因為我們 復興畢竟是我們的水源頭 對溫泉所可能產生的水的這個污染的部分 我想我們觀景也好 復興區公所也好 應該有重視到這個 將來它的污水的處理的部分 所以我想這兩個議題呢 一個是到底未來這個整個溫泉區 它會長的什麼樣子 是不是能夠吸引遊客 是不是能夠讓遊客停留下來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議題 第二個污水的處理的部分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所以我希望這兩個議題 是不是局長能夠大致上說明一下 好跟議座說明一下 我們這次開發的不是叫溫泉而已 我們叫做溫泉專區 所以這個是我們桃園第一個溫泉專區 為什麼 因為裡面它本身的腹地夠大 夠平坦 而且它上面已經有都市計畫的分區使用當中 有旅館用地 有住宅用地 那麼再來有我們的管理中心等等相關的設施 那麼再來還有停車場 所以它是一個規劃比較完善的一個地點 所以我們叫溫泉專區 那麼第二個剛剛議座所提到的 要開發溫泉 反而要首先要解決的是污水處理 所以這一次我們特別請 這個我們有規劃了一個污水處理場 就在我們這個地方 所以水務局這邊來主政的 所以這個我相信跟其他的是不一樣的 我們首先考慮的是污水處理 不是溫泉的開發 好 那個居長您說的非常好 因為就像說我們整個大溪 板心水場 它也是一個我們目前整個儲水的供水的地方 那我們在上游的地方 因為有設了大溪的一個污水處理場 有設了兩個污水處理場 所以讓這些所有的河的兩側的污水 透過這樣的污水處理場 處理之後 再放游到大汗溪 然後再進入我們的板心水場 所以我覺得說污水處理不是問題 重點是我們在整體規劃設計的時候 把因考慮的部分都考慮進去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溫泉區的開發 一定會受到大家共同的肯定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請那個陳政文議員 市長 你在這一頁 因為編列很多我們小屋來那個溫泉 包括你溫泉業務 溫泉取得等等很重要的一些 幾乎這整頁 都跟我們小屋來溫泉的相關的一些經費 都有關係 我現在想要問你一下 你知道我們台灣有幾處溫泉嗎 台灣有幾處 台灣很不好意思我沒有記到這麼多 沒有詳細 但桃園我很清楚 桃園有天然路頭的地方有五處 OK 那羅浮就是其中一處 好 我們到了一個溫泉區當中 除了縱市 當然就是除了它的水質的一個 品質的一個穩定 還有周邊的設施之外 我想在這邊先提醒一下處長 未來你在那個施工的部分 有關於管線配置的部分 因為我想我們去了很多的地方 不管是清淨也好 盧山也好 包括甚至宜蘭等等地方 我想我們有時候 在準備要去到溫泉區當中 旁邊看到很多 很奇異的現象就是什麼 管線 很多的管線 對不對 那真的對於我們整個的那個 風貌 有很嚴重的一個影響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就是新開發的一個計畫 那是不是我們未來在開發的過程當中 有關於管線配置的部分 我們要記取其他地方的一個教訓 不要到時候 你這樣一旦開發之後 變成說整個半顏開來 很多如果法令之前沒有先給它管理好 那很多那到時候店家業家 他們都自己亂失誌 去接那個所謂的溫泉水 然後導致整個的我們的山景風貌 整個都被破壞掉了 我們看 我們這個是會成立一個叫取公事業 那是由這個取公事業 來執行這個 受理這個民眾或是這個店家的申請用水 這樣 所以管線是我們來的 我順便跟一座報告一下 這個2800事實上就是管線費用 1.2公里 要先做好了 對 我的意思是做好之後 對 都先做好 因為我們已經那個燙康到溫泉了嘛 然後我們擁有那麼寶貴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溫泉的一個水泉 那未來我的意思是說 是不是那個對於一些其他的部分 關於管線配置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可能要多加注意一下 好 謝謝 就整個風景特定區裡面的 194公頃 就包括了小霧萊的瀑布區 跟這一個羅湖這個台地區 那將來要怎麼使用這個溫泉呢 現在就是我們這個 碳景出來的這個水 會送到一個公用的這個除水塔 那再用除水塔這邊再配管線出去 然後由民眾申請再接到自己家裡去 或是他的商店旅館 那有點像是我們的自來水的加壓站這樣的概念 這樣子齁 就是等於是我們 就是像我們的陽明山的做法 跟我們那個烏來風景區的這個做法 對 烏來現在是這樣做 那你有沒有想到 這個如果這是在山裡面 在山邊 在比較山區 那運送會不會有困難 運送我們現在是水 水挖起來 就是送到這個羅湖台地最高的位置 然後由最高的位置才往下送 這樣子 那大概什麼時候可以使用 現在預計我們那個早景工程 預計是在明年六月 會第一個早景完以後就會 我們現在分做兩部分 一個要自取自用 一個叫自取他用 那自取自用的部分 預計在六月份會來完成 明年六月 是 就是我們可以使用溫泉的 對 是不是 泡腳池會完工 所以可以先泡腳 什麼叫泡腳 六月份只能泡腳 那泡到脖子要什麼時候 那個要有 旅館要蓋好 不是啊 那你現在不是說可以接到每一個 每一個家戶 是 不好意思 這每個家戶要至少到明年底 因為這個預算還在這邊 半年 六月份只能夠洗腳 可以體驗 市長 市長你也未免太天才了吧 那我們希望真的 這是我們桃園另外一個景點的發掘 那我希望不要走 就不管是六月份開始洗腳 那我們也應該從現在開始 就要開始做行銷 因為我很訝異 桃園還有溫泉 我相信很多人 都對這個都相當的訝異 對不對 你不要等到說到明年六月 可以洗腳了 才叫大家說 桃園有溫泉可以來洗腳了 那就太慢了 是不是 現在就可以開始陸陸續續的行銷 好 局長 好 謝謝 請蘇翠林 蘇宜研發議員 我一定要先說 我是保守派 我也是反對集水區開發的 那麼在水保法第十六條其實裡頭就規定 集水區其實應該要嚴格限制它的開發行為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在2013年 就這個102年開始 這個行政院就有這個啟動一個水保法的修正案 那可是呢 當時內政部部長的 那時候的內政部部長叫李鴻元 李鴻元當時就說 像日月潭這樣的水庫 這樣的集水區是可以開放的 但是像石門水庫 跟翡翠水庫這樣的供應 那麼多民眾民生用水的這個水庫 在做解禁的時候 應該要嚴格的評估跟限制 我們現在一直在講 剛剛很多議員提到溫泉 其實桃園不是只有小屋來有溫泉 對不對 那個其他的平地地方也有溫泉 你今天這是一個集水區 所有桃園的民眾都要靠這個集水區 在供應水源 我們也知道 這個我在以前議會裡頭 這十幾年我一直不斷地在呼籲 桃園沒有找不到任何一個地方 可以再蓋水庫 找不到 如果今天十門水庫壽終正寢以後 我們只有一條路 就是海水淡化 海水淡化的成本 是我們這個現在的自來水的成本 十門水庫的成本的七倍到十倍 而且技術還不成熟 而且還管線還沒有辦法普及 桃園的每一個角落 所以我們有必要要冒這個風險嗎 剛剛講它是往下鑽探 一千米才會有這個溫泉 你在水庫集水區裡頭 鑽探溫泉取水觀光使用 我們都知道現在嘉南平原 因為地下水源的開發 導致地層下陷 然後現在盡量的在補水 如果集水區它的溫泉 這樣子被一直不斷的被使用 開發觀光還提供不但自己經營 你還提供民宿 還提供給所有的這個觀光業者 他們來使用 變成一個溫泉專區 我跟你講我真的覺得 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宜蘭因為開放觀光那個溫泉 結果也是導致他們地層下陷 集水區裡頭的地層下陷 是何其嚴重的一件事情 整座山頭如果崩掉 就宣誓石門水庫受終正寢 你知道嗎 副市長你們知道嗎 我覺得很訝異耶 任何一個政策推動以前 都應該要經過正反方不斷的辯論 討論研究檢討 對不對 我們只看到觀禮局在開放觀光 然後做這些 跟議員報告 水務局也有評估過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范乾祥 歡迎發言 謝謝主席 其實我以前 就石門水庫的 集水區的整個 水源涵養的問題 曾經做過總質詢 那麼我那時候發現 石門水庫基本上 它在先天上有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中橫 我們甚至很多原住民的道路 它的開發是在石門水庫之前 那麼石門水庫在開發的時候 其實對它所預設的功能 其實就有所謂的精神分裂的傾向 它一方面又要開發 一方面又要做水庫的涵養 所以這是一個背景的了解 那很多事情 我們基於法的安定性 我們要如何去注意 兩方面的權衡 這其實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小烏來這個溫泉的 這個磚區的開發上 我有幾點要確認 第一 你們磚探到一千公尺 才發現溫泉嗎 幾公尺 目前初步的估計是要一千公尺 一千公尺 所以到一千公尺 才剛好有這個溫泉的壓力 的這個壓力層存在 它才會湧出 我請問你一下 湧出的自然量是多少 有做過計算嗎 有 在不同的季節 它的量有沒有改變 是 那麼我們將來 除了磚探到達一千公尺之外 有沒有打算用任何其他的動力設施 或者抽水設備等去抽取 我要在這邊特別指出來 磚探到達壓力層 原則上它是經由那個壓力層的水壓力 把水湧上來 它算是自然的 可是當你的自然補充量 小於這個 它的湧出量的時候 它就會有地層 它一千公尺說真的 一千公尺跟地表地層下線 事實上學工程人就知道 它基本上相關性是不大 可是相關性不大 代表你可以很高興的高興 怎麼鑽就怎麼鑽 基本上會影響地層下線 是比較表面的地下水的水源 可是我還是提醒 這個部分你們要考慮非常深重 而且必須要嚴格 絕對的限制在自然湧出的量 也就是代表什麼呢 我們溫泉需要開發 可是總量的上限是多少 你必須要明確地計算 假如說它沒有季節的 興衰的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供應多少的業者 因為所謂觀光的開發 不應該是節節而餘 你不能夠說人越多越好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 所謂十門水庫集水區 以及它沿線的開發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十門水庫的集水區 它整個開發 它事實上有兩個政策目標的考慮 我們要有集水區的保持跟經營 我們也要觀光的這個問題 那麼就這個問題 我請局長以及我們的業處長 把相關有關它的自然上的條件 湧泉的這個性質 容量流量等資料 詳細提供給我 我這個問題我就要非常仔細的去追蹤 謝謝 好 其實謝謝外議員 謝謝 當然看到我們市政府 我們的台灣市里面 有一處這麼好的一個 就是要有一個溫泉地方 羅湖小屋來的地方 可以來做給我們最休閒的 這個溫泉休閒的地帶 我相信是大家都是非常的樂意來看到的 但是最重要的 我們副市長 除了你現在這個溫泉供起工作 你要編了3640萬之外 還要帶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水務局 它的廢水的處理 因為你最重要你廢水沒有處理好 你是沒辦法去對外去做營運一個開放 那個水務局有計劃在那邊做一個污水處理 對 我現在跟你講的就是 包括我們會水處理整個設施 包括整個環境的整體的改善設施 包括剛才方議員所談的 你這個打了1000公尺才有辦法起到這個溫泉 那你這個水質水量到底可以有多少 那是不是要做一個總量的管制 然後呢對外的一個整個交通 對外的整個交通 包括周遭的環境的改善 不要因為有了一個溫泉 大家就一窩窩的往上 沒有一個總量管制 而且環境和交通沒有建設好 那你說你明天要開放 你的污水設施都沒有做好 你要怎麼去開放 你要怎麼泡腳 那你要整個 那你包括你的污水設施做好 包括你的環境都做好 不要因為有這樣一個歇頭 大家整個跑進去了 結果什麼都不能用 而且交通永災 造成交通的整個地方的交通攤販 那你交通整個打結攤販以後 會造成地方的民眾極大的反彈 所以說你的整個設施應該要四千多 全部規劃好 那整體的有一個計畫性的 你要政府要投入更多的經費 我們都會支持 那你沒有完善的設施改善呢 我相信你帶來給市民的 或是給所有的民眾是一個痛苦的指示 謝謝 黃華議員 大多數您的預算我都非常支持 但是剛剛蘇翠林議員講的這個擔憂 我覺得聽了之後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道理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拿來 作為你們的concern 因為我們一直聽到是開發開發 只是環境的部分你們有做過影響的評估嗎 有跟環保局做過影響的評估嗎 環保局也有加入到我們這個專案裡面來 那我在這邊要特別強調一點 我們不只是開發 事實上後續的管理也非常重要 正如剛剛我們徐議員所講的 污水處理一定要先做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汶泉開發 第一個考慮是污水處理 第二個是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是由水護局核定的這個汶泉量 它是被管制住的 如果那個汶泉量是到達的 是不能再開發使用的 這個是本來就是一定的管理方式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沒有問題 局長我基本上無法贊同 就是在 我覺得這個我們大家做的決策 副市長以後大家都要做 我們都要負責任 我自己是無力擋下這個預算 但是我不贊同在汽水區 特別是石門水庫的汽水區 目前已經這麼嚴重的 吐石的一些問題的狀態之下 在開發這種溫泉區 我覺得這個是未來會造成危險 未來會造成一些對後代子孫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不贊成 我只是想做下紀錄 謝謝 謝謝 好 請那個 蔡耀凡議員 謝謝 那個局長 剛剛我們 范律師他有講 講到說其實我們水源保護區的開發 與否這個存在的矛盾 對 那跟我們台灣這幾年來進步 到現在也是個矛盾很大的問題 到底是經濟發展好還是環境保護好 大家要取得平衡點 那我相信你在做這個所謂的觀光開發的時候 你應該有做過很充分的去瞭解說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比較好 因為如果一口氣說那個水源保護區通通都不能開發 我跟你講後面原民局整預算的時候大家都跳腳了 好不好 這個平衡點怎麼抓 請你說清楚一點好不好 謝謝 沒問題 我想重點在哪裡 重點不只是開發跟保育的問題 重點是中間的管理的問題 那個管理的界面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的 總量的管制一定要落實 那我想這絕對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總量管制是水護局核定 是我們封管處在管理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定是嚴格來執行 那麼剛剛有特別提到的 會不會造成另外還有造成其他的 我們要克服的包括像環境 比如說交通的問題 這個都是我們後續在開放的時候 一起配套會來考慮的 比如說接駁車 另外一點我要特別提到的 整個北橫這麼多 為什麼我們只選一個地方 不讓它到處開發 只選一個地方 原因就很簡單 因為在這個地方 它的腹地 它的地形 這是一個最穩定的 我們不希望其他到處都在 與其讓大家到處都在開發 還不如我們責定一個 由我們官方這邊 集中管理 集中管理 而且就一處管理 而且那個地方地點很合適 它是整個北橫的終點站 未來的北橫發展 如果有一個腹地 可以流速 可以停車 將來北橫的交通的問題 也會跟著有點改善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 我很感謝藝座給我一個機會 來說明 我們很希望 就在這地方 能夠開發桃園 第一個 經過完整規劃 妥善管理的一個溫泉專區 謝謝 所以我希望各位議員先生女士 讓這預算過了 給我們觀光旅遊局 做一個充分的規劃 做一個最適合的平衡點 我們來做個規劃 讓大家都覺得說 是OK的 我們來進行 好不好 好啦 謝謝 謝謝 謝謝局長 好 謝謝那個 蔡侯帆議員 我想說我們第一輪的 已經有十個議員發言 我想說 是不是可以停車發言 謝謝 林志強議員 好 謝謝 我想那個局長 小烏來這個溫泉 羅浮溫泉 我想你們知道 在什麼樣的一個地區嗎 他就是在原住民地區 是 就是在原住民地區 我想過去 石門水庫的興建 造成我們的部落 這個被迫遷離 我們為了要 這個仰賴整個大台北地區 這個供水 導致我們的土地流失 導致我們的族人 這個被迫 這個千里 那麼你們現在 要在小烏來這邊 蓋這個 發展這個溫泉的專區 我想 個人不反對這個部分 但是 你們有沒有經過當地原住民的同意 是 我們有開過說明會 有開過說明會 有 我想 這樣的一個高度的開發 尤其溫泉這樣的一個 專區的開發 它未來可能會帶來的 這樣的一個對部落的衝擊 包括交通 包括環境 那剛剛還有很多的議員 他們都在提到這個水資保護區裡面 可能有一些污染的問題 那這樣的一個部分 你們在未來有沒有整套的一個做法 針對我們這個 當地的這個族人 這個在環境的保護上面 給他們一些保障 是會 將來不管是相關的經營 因為很重要的是水開發出來 事實上是我們希望由在地人來經營 我想 我就是要跟你談經營的部分 未來這個專區 這個專區 正式的開啟開發之後 漢人的這個飯店上來 所有的漢人的經營團隊上來 我們到底原住民到底在這邊 可以得到什麼樣的一個工作機會 到底留下來給我們原住民 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利益上面的一個最大化 你可以給我們原住民做一個保證嗎 我想 至少就業絕對沒問題 因為他不可能 他一定要以當地的人為主 就業 請我們原住民在那邊掃地 收垃圾 我可以當那個旅館服務經理 我想 我想在這個部分 你們一定要好好去考慮 我們在地原住民的這個整個 整個 因為你們在那邊進行開發 我想你們經過原住民同意 我們也希望 在整個開發的狀況 整個狀態之後 要考慮原住民整個經濟的狀況 跟他整個就業的這樣的一個 後續的持續性的一個推動 我希望你們一定要注意到這一點 好不好 好 謝謝 請林志峰林議員發言 這麼多人有意見 你要重新評估一下 我不反對 但是小烏賴風景器 可以跟北投競爭嗎 那個量 我們不需要跟北投競爭 我們要創造是我們自己的特色 你的量 我問你說 你的溫泉量有多少 可有使用幾年 對不對 這是這種重點嘛 有 對不對 你一天出水量是多少 我跑那麼多人去 今天已經客滿 不能用 然後跑回來 相關的資料我請我們發展哥 不是啦 好好評估 你好好評估一下 總統的議員有意見 看量多少 每天可以有多少人去使用 有沒有開發價值 對不對 還有人證明 全力要去考慮 對不對 我不反對 但是喔 你問我們貴山議員 我們兔根就冷錢 就有溫錢了 那我們要幹什麼 兔根就有了 對不對 不用照顧啊 好好考慮一下子 龜山溫錢 不會輸入其他地區啦 好不好 我們再來研究 好啊 那個我們請那個 蘇翠林議員 第二次發言 濟水區的開發喔 犧牲了很多原住民的權益 那真正喔 要照顧原住民 其實要保護原住民這塊 要告慰原住民的祖林喔 就是要好好的保護這一塊 非常難得又美麗 又重要的土地 那今天喔 你們要在這裡開發 我跟你講 其實不是單單的看到你溫泉的取公而已 因為在你必須要獲得溫泉取公的同時 你要做道路的新闢 所以公務局變了很多的錢 要開闢馬路 要開闢專攻溫泉進出的馬路 剛剛我們的范剛翔議員也提到 這個溫泉是地殼1000公尺以下的 比較不涉及所謂的地層下限 但是我相信他比較專業 那但是我相信他絕對不會否認 就是環狀道路在集水區裡頭 道路的開闢 絕對是破壞水土保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嚴重的一件事情 那剛剛我聽到你們的規劃 你們說要把這個委外經營 如果今天你只是把它鑽探 讓它自然湧出 成為一個美麗的景點 讓大家觀看 我覺得OK 可是現在不是 你是要讓它取公 還要讓民眾泡腳 泡湯 而我們又剛剛都知道 所有集水區的水 它會順著激水區的坡度 是應該流到了這個激水區的 這個水池裡面的 這就是我之前也一再強調 我說什麼水庫不適合辦游泳比賽 原因就在於 那個水是我們大家要喝的 你用再多的氯去消毒 你加了再多的藥劑進去 其實那個對我們的身體 都不見得是好處 你說都會代謝掉何必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何必 那我現在OK啦 我看到大多數人 好像都同意啦 但是一樣 我要留下歷史的見證 今天要在這裡 我要沉重的呼籲 我還是反對做這樣的做法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 多一點的回饋金 回饋給原住民 因為現在 在所有激水區的開發裡頭 獲益最大的都不是原住民 原住民只是拿到工資的 這個小員工而已 真正賺錢的通通都是平地的漢人 所謂的漢人 那我要在這裡 我要動議擱置 擱置的原因是 我沒有看到環保局做的環境影響評估 我沒有看到水務局在這裡做的 這個水量最大供應量 跟每日取水量自然湧出量這些相關數據 所以我動議這筆預算擱置 請把環保局水務局所有相關評估 包括你公務局 你要開庭多少大陸 把這些相關數據都提供給議會 好 謝謝 我先說你那個擱置案 那個剛才我們蘇翠林議員提擱置 有沒有人覆議 有沒有人反對 擱置 擱置 擱置通過 好 以上是 觀光旅遊局 預算審查完畢 接下來是原住民主行政局 休息十分鐘 好 謝謝各位一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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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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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我们接待家庭以及我们水蜜桃跟田市等等的系列活动 那接待家庭水蜜桃田市这部分的话都是对我们来讲是新的 水蜜桃五月桃过去是有不过那是妈妈桃 那田市那都没有办理过 那针对接待家庭因为刚刚我们管理局有一个福岛民宿的一个 一个一百万的一个经费那因为那是一个朝向合法化 可是我觉得最有可能合法化在原乡的就是接待家庭 这样努力去做好不好在你的一百万三百万的经费里面 我们的民宿七个民宿是三间以上 我们针对接待家庭就是两间以下 那我请问你一下在原乡部落民宿跟接待家庭哪一个比较有可行 目前应该是以接待家庭 比较可行的话你就认真去办好不好 我支持这个预算 我们那个自治条例通过之后 我们会定一个相关的经营管理办法 我的意思是说刚才管理局有花了一百万去福岛 很不可能有机会合格的民宿 那我们最有可行的是接待家庭 我们要积极去做好不好 这个预算让你过马上办理 等自治条例过的时候马上办理 这样可以吗 我们在十一月就开始去推动他的办法 好谢谢请坐 那针对第十十四十六月也没见 好通过第四十七月也没见 通过四十八月也没见 通过四十九月也没见 通过第五十月也没见 通过五十一月也没见 五十二月也没见 五十三月也没见 好接下来教育文化工作 预算金额一亿八千六百六十七万五千元 页次五十四到六十一月总共有八页 从五十四月开始审查 好针对第五十四月也没见 好通过 第五十五月也没见 通过第五十六月也没见 通过第五十七月也没见 好通过第五十八月也没见 好通过第五十九月也没见 好通过第六十月也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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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英议员 局长请教一下对零十二九对学生之讲述 这个预算是每一件 不过我觉得这么棒的 有这么好的一个预算的话 针对后半段 援助民族特殊杰出人才奖励补助 目前只有补助到国内比赛或者是比较特殊的针对国内的这些优秀的人才补助嘛 那有很多的案例 我们原住民呢很多机会到国际去参加赛事 也有很好的成绩啊 可是要申请这个补助的时候都没有办法 因为你们的补助办法没有针对国际赛 那我在这边建议就是针对这个预算 也把参加国际赛事的原住民优秀人才也放进去 好就依照我们益座的指示 我们在办法上在针对国际比赛的部分 好 谢谢 好 谢谢陈议员 针对第60页有没有意见 没有 通过 第61页有没有意见 没有 好 通过 好 接下来 原民福利工作 预算金额1亿3707万3千元 月次62到70页总共有9页 从62页开始审查 好 针对原住民行政局第62页有没有意见 没有 好 通过 第63页也没见 好 通过 第64页也没见 好 通过 第65页也没见 好 通过 第66页也没见 好 通过 第67页也没见 通过 第68页也没见 好 不好意思 有没有徐议员 问一下 我们65页 那个办理石门水库签住户纪念活动及观摩参访 是什么 这个预算是什么 好 我要针对 因为我们在50年代 因为石门水库 是 他们的影像的 所以我们现在第68页还没见 李博凡 李议员 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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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博凡 议员 你不欢迎 你不欢迎 你要让花言 好 学长 我想就教你 补助社团办理石门水库的一个千村住户的一个史料文史资料 这个准备建置在哪个地方呢 目前我们将来我们在延民会馆 我们已经增加了两个策展期 可能我们会针对有关原住民的权力的部分 比如说罗兴华丹他因为某种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会在那边做一个特展 然后我们也会针对石门水库 离乡背景之后 他是一个私根的部落 我们会替他们做一些专辑 然后在我们会馆做一个展示 就完全是在这个我们的原住民会馆就对了 那也就是说将原住民在磁门水库的一个签注的文史资料做一个呈现 是的 好 谢谢 好 我们请谢张文 谢议员发言 那个不好意思 因为我刚刚与举手 主席我拜托你 稍微那个 那个要敲锤子之前稍微看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刚举手了 你就直接你敲了就到68页 然后那个 那个局长 那有关于67页 就是都会地区原住民族老人日间关怀据点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呢 这个我在这个单位报告的时候 上个会期的时候特别提出来 我想我们的这个我们社会局 其实这个社区关怀据点 日间关怀据点 那我们社会局呢 现在就是一般的社会大众来讲 不分族群的部分 那现在大概设了150个这个社区关怀据点 那他服务的这个涵盖率呢 大概是60% 可是对我们原住民来说 我们现在原住民族 那你都会就是全部加起来 大概有这个 六万有六万多人嘛 是的 六万多人 那你在原乡部落的这个部分呢 你只设置了五处 然后都会的这个部分呢 关怀据点的这个部分 只设了三个 包括中立 八德 还有这个龟山 对不对 那服务涵盖率大概只有40%而已 所以我个人认为 在这一部分呢 是远远 这个很显然是照顾不周的 那因此我希望我们原住民 原住民族 这个行政局 你针对这一部分 我希望你能够加强去设置这些关怀据点 为什么来讲呢 其实我们比方说复兴乡 那他其实浮原辽阔 那平常有很多的那个 就是年轻人 他可能要去出外做一些这个工作 那老年人呢 他呃呃呆在家里面 那可能因为距离非常远的这个关系 那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受到很好的一个照顾 也很容易发生一些 长期的这个据点的这个照顾呢 我希望我们局长能够多费一点心好不好 明年会在都会期会增加三处 大西平正跟炉主 这明年明年就有六十 那针对这个日间关怀据点的这个部分 你除了增设点以外 我还希望你能够把这些资讯哦 能够做一个加强的一个宣导 让我们很多原住民族的这个朋友们 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日间关怀据点的这个福利措施 好不好 好 谢谢你做 好 谢谢 谢谢 针对第六十八月还没一见 没有 好 通过 第六十九月没一见 杨县福 杨艺员 局长我要请教一下 那个去年跟今年的有关 原住民的这个急难救助的这个金额 有没有增加 目前是维持维持去年的额度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用滚动式的来调理 因为目前我们都是由我们十二期的服务员在受理 比如说大西区的前 局长 局长 我的意思是说 每一年都在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 有关于急难救助的补助金额 都不足 都不足 所以我想请局长明年再编列 去明年再编列后年的预算 所以要增加这个部分 好 这部分因为社福的工作 我们会积极的在增列预算 因为我们的人口是每个月是增加150人左右 所以说针对我们社福的工作 我们会积极的来做一个增加 另外另外有关于意外伸亡的部分 你们所编列的明年的预算才40万嘛 对不对 其实在都会区里面来说 原住民都是做劳动的工作 往往意外伸亡的部分也蛮多人 那你们每一次意外伸亡 一个人补助多少钱 我们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真的是太少 真的是太少 所以我想明年这个有关于生亡的部分 意外生亡的部分应该预算也要再增加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好 那就请坐 好 谢谢原议员 请林志强的议员 发言 局长 我们那个积极救助部分 原民会是补助多少 原民会是补助66万而已 那我们4款 公彩有466万 再加上我们本府 本预算是235万 所以总共是 400多万 466万 整个急难救助的经费400多万 对 那其实我们刚刚就讲到 就是说我们大概就是每年度 在申请急难救助的这个案件相当的多 相当的多 那包括医疗 包括死亡 我想这个部分 你们也非常清楚 每次到 刚刚杨远也提到 每次到八九月的时候 这笔款就已经 就已经没办法去申请了 我们现在检讨过后 今年的钱还没有花完 还没花完 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滚动式的 譬如说 我实在听不懂什么叫滚动式预算 滚动式就是说 我们会配给各期多少钱 他如果说用不完的话 我就会移到另外一期去使用 好啦我是这样子讲 我是这样子啦 我是希望说预算把它编足啦 那你应该是要朝12个月 我们把它平均来去看 今年应该都没问题 整个整年度的这个案件 我们大概可以抓一个平均值嘛 所以我们预算大概怎么编 你们大概就会有一个数字啦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好让我们的这个美意 或者是警案救助没有办法发下去 好 这部分我们针对它的实施办法 应该是要针对实际的个案 来去了解嘛 好 那我们看到家庭状况 是不是真的需要我们 当然它可能在标准的设定上面 可能不符合你们设置的标准 那但是它的家庭真的实际上是需要 需要你们来协助的 事实上这部分我们都会蛮弹性的啦 譬如说它的真的标准不到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有一种弹性的做法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还是要去注意啦 好好好 好谢谢林志强一言 请那个舒志强一言發言 好谢谢主席 那个局长请教一下 就是关于这一页的 这个社会福利津贴及记住的 有关于中低收入户 原住民租租屋补助 这一项 我想今年度到现在 我们租屋补助的这个户数 大概有多少 872 872户是吧 对 那每一户大概补助多少钱 就是每个月4000 就一年是48000 一年48000 4000嘛 800多户 那我想这个 你也是根据 我们有一个租屋补助的要点 对不对 是的 这个要点大概是什么时候制定 这个要点的话 它是已经是在我们 研民会都已经颁定的 我们会 我们就是比照他们的方式来办理 所以说 它跟我们一般社会局所颁定的 我们的标准是稍微 稍微会 比较 比较 我想这个 这个 因为我这样看 我们这个租屋补助的这个条件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是一定要中低收入户 才有这个补助的条件吗 我们希望这个部分 你们再去研究 再去查 再去考虑看看 然后呢 第二个 它的金额 我想这个4000块 以现在的这样的物价指数来讲 确实是太低了 是不是能够提高到5000块 我想这个部分 这个 我希望我们局里面 这边来做一个检讨 好不好 因为现在 你现在4000块 人家真的要去租 可能只能租到 大概小套房 大概几坪不到 因为这部分内政部 也定了一个标准 桃园市里面的就是 我们是根据圆明会的这个租屋补助的条件 这个要点 但是我们自己 那只是参考用 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再制定 对不对 好不好 这部分你们在局里面 再来做一个检讨 好不好 好 谢谢 我们请李博凡李一言发言 是 局长 这边有关于 我们中低收入户 援助营的一个建构 及修缮补助的部分 尤其在修缮补助这一块 我想要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圆明乡 那圆明乡有很多的一个部落 但是呢 其实当我们走入圆明乡的所有的一个 这些部落 事实上我们对这部落是没有感觉的 那没有感觉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看不到我们圆明乡的一个色彩 或者圆明乡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样子无形中 也让我们就说 所有圆明乡的一个山上所有的建物 事实上跟我们三下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所以长期的发展 我们希望营造所谓的圆明乡的一个特色 那部落文化跟部落的一个规划 就应该被呈现出来 所以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预算 在补助所有这些中低收入的一个修缮 跟修缮的一个工作 所以它到底未来我们圆明乡的部落的一个建物 应该长的什么样子 事实上要被说清楚 那么第一个要让局长知道的地方 那第二个 我想我们在讲 山上是好山好水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而且是未来长期发展在休闲娱乐 休闲这一块呢 山上应该是最重要的点 可是呢 我们后来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上山了之后 我们原来以为说山上是很美的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进驻了之后 那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去管理这个环境 而把山也变丑了 所以我觉得说 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美意 有这样的一个预算 在帮助我们所有的中低收入户 那到底 圆明乡所有的一些部落 它应该长的什么样子 应该要被完整的被勾勒出来 跟规划出来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 那我相信 最后 这些部落 这些建物 一旦被规划成是非常完整 而且是非常的 有它的特色的话 那我相信 会让这些所有的住户 也可能未来 他们会变成民宿的一部分 所以这一点我不知道 局长你对这件事 你的看法如何 我们要两个层面 因为这个修缠补助 它只有说是修修窗 漏水 修修它的厕所 还有卫衣的部分 所以说它才十万块钱 所以说这只是 针对他们 我们就是 购买屋子 满七年之后 才能够做修缠补助 所以说这部分 可能跟 益州所提的 我们的造景计划 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说延民会也推动一个叫做 部落造景计划 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 针对 部落地区里面的一个造景的部分 可以提出一个申请案 让这部落在景观上 能够做一个改善 好 那你再把那个计划 相关计划提供给我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请蔡有欢迎 欢迎 好 谢谢 那个局长 我请教你 我请教你 那个中低收补助这个部分 三百 三千六百万 它有限定资格 它有限定要低收 五十五岁以上 族居团的一些资格 它都有限定 那我请问你 我们都市发展局 有个住宅处 它有个租屋补助 它并没有限定 那我想请教你 如果我们原住民朋友 申请了你这一方面的 所谓的这个补助 那另外 如果再去跟那个都市发展局申请 可以吗 这部分是分流的 这就是说 它的补助的不能重户 如果说它跟都发局申请的话 我们这边就会 来 那我请问你 都发局也是补助四千 你们也是补助四千 是的 结果对待我们原住民朋友 却有限定中低收入户 原住民租屋补助 结果对一般的百姓没有限制 这前面 Q我们原住民朋友 这个 你定这个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你应该要比照我们桃园市 补助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租屋补助 这个方面 把这个扣打放在我们这边 但是也不应该去限制 等一下 因为在租屋补助 它还是有一个条件 它还是有排富的 事实上 我们都发局里面 我们也是按照它的点数 好 你等一下 那个副市长 我请教你 我们都发局编的那个预算 有排富吗 应该它是有点数 有排富吗 那个 我所理解的是 原民主义的条件是比较宽松的 确定吗 对 因为我们是中低收入差 它的倍数 我们又比他们的 宽一点 我们比较宽 我们又比较宽松吗 对 这个是要确定的点 对 好 如果说今天 我们把这个额度 放在我们原住民朋友这边 结果我们的条件是比较的 比较紧的话 那基本上就不用放在这里 目前有一些案例 在都花旗 它送过去就被排除的 还是会到我们这边来 因为它的条件比较高 我想它还是有一个点数 它那边有一个申请案 要几点几点 他们都有 所以说我们这边就相对 会对我们原住民比较宽松一些 好谢谢 我要确定这一点 谢谢你 好谢谢 针对第69月还没意见 没有 好通过 第70月没意见 好通过 以上原住民族行政局预算审查完毕 好 我们严民集团队 谢谢各位一座 我们请离 接下来审查文化局 文化局预算在第八册 文化局预算在第八册 请各位拿到第八册的预算书 文化局预算除了局本部以外呢 还包含三个所属机关 就是艺文设施管理中心 还有市立图书馆 以及市立大西木浴生态博物馆 我们先从文化局的局本部预算开始审查 请各位翻到第八册的 8至01至31页 8至01至31页 文化局第一笔预算 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预算金额比翼0104万4千元 8至31到39月 总共有9页 从31页开始审查 好 针对我们文化局的预算 第31页 各位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意见 好 通过 第32页有没有意见 好 通过 第33页有没有意见 书翠林 书翠林 那个局长 是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有点好奇 就是你33页里头 你们的电贝有600万 那当然我们知道 因为你们是展馆嘛 所以呢 当然可能就是你必须整天都要开放 而且必要的这个灯光都要有 可是我就觉得奇怪 现在不是在推动那个太阳能吗 那你文化局有没有在做太阳能的设施呢 因为我们这是32年的管设 其实说如果要再装设太阳能 我们可以请人家来进步看看 对啊 因为现在你那个金发局跟环保局 他们不都在做吗 做我们公共那个建筑物的那个顶楼 都在做那个太阳能 那如果说今天 对 如果今天你太阳能的那个店 或者我们甚至啦 我这样讲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管比较特殊嘛 你的用电量大 甚至你自己编经费喔 自己做太阳能 搞不好你们自己自足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请 你只要做第一年 你后面的钱就不用啦 不然你看这个六百万耶 我觉得其实这个电费真的蛮 是蛮跟各局处比起来啦 对 因为我们没有六日啊 对 我知道 所以我才说 正因为这样 你们这里如果投资太阳能去做 那个效果应该会更好 好 我们请专家来评估看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你们要去评估一下 否则这个钱 你这样花掉了就花掉了 好 谢谢议员保贵的意见 好 身费第33月也没意见 好 通过 34月也没意见 好 通过 35月也没意见 好 通过 36月也没意见 好 苏税年苏议员 那个局长 请问你啊 你在36月里头的那个驾驶业务委外 委托外包计划 因为我们看到管理局也有 可是他们只有60万耶 为什么你们120万 因为我们有四部车 因为我们这个业务就是比较复杂 就是我们常常六日都要出去办活动 然后我们的文字也常常有会看 所以我们的车量是比较多的 所以你这个不是只有首长的车子 不是 不是 不是只有首长 我们的业务科 需要这车 这个出外的频率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是供你整个局里头 各局处在使用的 对 那你总共几部车 总共有四部车 所以你这是等于四部车都外包咯 驾驶外包 你是车辆没有外包 车辆是自己的嘛 车辆是自己的 然后就是驾驶外包 所以你驾驶用几个 总共有三个驾驶 所以你现在这边的120万是三个驾驶的钱吗 应该是两个 一个是常设的那个文化局的一个 就是常设聘用的一个技工 有三个驾驶 所以你的驾驶这个部分是两个尾外 对 两个尾外 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差一倍 针对第36月没见 通过 第37月没见 通过 第38月也没见 通过 第39月也没见 通过 接下来文化发展工作 预算金额1亿5633万 月次40到50月 总共有11月 从40月开始审查 好 针对第40月没见 没有 通过 不好意思 黄宝如议员 没有 41月 朱盛林议员 14月没见 通过 11月没见 有 黄宝如议员 谢谢 那个 局长 这个 客家委员会 补助办理 中平路故事馆 客家文化在地培育计划 那 客家 客委会 应该是 补助给我们的 客家文化局 那个 客家事务局 怎么会补助到你们这边来 因为那个 然后这个 中平路故事馆 又是 是什么样性质的 中平路故事馆 是我们去年开馆的一个地方 城市故事馆 大概以中立的这个老城区的一个故事的收集 那 客委会其实开放 当时我们文化局也都是跟客委会有申请一些很大的 大声一点 可以吗 大声一点 可以吗 大声一点 这个 中平路故事馆 是在去年的5月30号开馆的 我们是针对这个地方的城市故事馆 以收集这个 中立这个老城区 当年有一个王家廖家他们的故事 是日式宿舍 所以它是作为一个文化资产的保存的历史建筑的活化再利用的计划 那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是跟 因为它是属于客家区 所以我们是跟客委会宣请经典补助的 这样子 那 那我们客家事务局要加油了 因为它的业务被 它的业务被文化局所 被文化局所 那个不敢想抢走了 那还有 那 这个是有专 是有专业的 那你们是不是对于这里面的业务的内容 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有跟客家事务局去配合 其实活动 因为我们这个是 也要跟客委会合销 所以我们活动的设计 我们请那个文化科科长解释一下 我们这个中平路故事馆 这个常年针对这个辅助款的活动设计 好 是 谢谢一桌指教 这个是客家生活营造计划的一部分 那我每年拿到经费之后呢 会再用一个公开委托的方式 来找 那我们每一次的标案 也都会有其中其末的审查 那委员也会去限定访试 这样子 好 谢谢 好 针对历史 事实也没见 苏翠林议员 那个 局长 我们看到 其实你在今年度 你们的那个 原额的编制 应该已经全部都 几乎已经激进于法定原额编制 大概只跟法定差一个名额而已 那等于是人都补齐了 那我也看到你们在 这个 约聘雇的人 大概人力也都补的不少 尤其像文化发展科 你总共有 约聘雇的人 就已经有八个人了 可是我又看到你在临时人员这个地方 你又聘了六个临时人员 而且呢 很奇怪就是你看你有两个临时人员 是两万六千四 你另外有三个人呢 他竟然 对不起五个 五个临时人员 那另外的三个人呢 他们的这个薪水竟然是四万二 按照我们的人事法规 临时人员应该是比照多少 三等吧 临时人员不会到四万二吧 是 你这边写的是四万二啊 33908 33908 没有啊 你们预算里头啊 所以那你这个是写错咯 这到文化科的嘛 叫全文化科 因为四万二还包括他的那个 劳健保劳退 三合一 一样啊 劳健保劳退加起来啊 按照规定 按照规定 你这种临时人员他就是比照三等的嘛 对不对 他的薪水应该最高 就算你全部劳退那些全部加在一起 包括健保费那些 应该是两万七千多啊 跟一桌说明 因为我们这两个人是因我们的工程增加很多 所以我们是用临时的 临时约顾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处理协助我们明年很多工程的部分 所以你的意思说你是用约顾的薪水 来聘临时人员 是 所以嘛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在规定上 约顾的工程人员 这在规定上就不对嘛 你约顾是约顾嘛 你临时人员是临时人员嘛 对他是临时约顾人员 因为我们这个工程会做完 所以我们不是工程完了之后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 不是你这个 你这个人士 你如果是约顾 你就应该要放在前面的约顾的地方嘛 对 那你是临时人员嘛 临时的工程人员跟一般临时人员 因为我们是针对这个工程的工程管理费 所以来申请的工程人员 所以你的意思现在还有一个叫做临时工程人员吗 因为我们 人士法国里头有这个吗 因为设施很多 他可以用工程管理费去聘请一个针对工程 对就是针对这个工程来的这个临时工程人员 约顾工程人员 因为他对工程要有专业啦 我们念文史的可能对工程会比较没有专业 所以是因应这个工程 那所以我又觉得很奇怪 你这里那你为私立博物馆弄临时工程人员要干嘛 但是私人的他们自己就会聘工程人员啦 为什么我们公家要去帮私人聘一个工程人员来协助他们呢 这个针对私立博物馆辅导 因为去年的7月1号这个博物馆法这个通过之后呢 文化部通过之后 希望我们去辅导很多的私立博物馆 因为他们可能有私人很多的馆场 他们要成立博物馆 那文化部会针对这些私人博物馆 会做相关的移民费用的工作 但是他们通常没有这方面相关的指示 所以我们会编专门这样的一个人力 去针对这个新成立的博物馆法 去辅导私人成立博物馆 这个就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条件就是他是读这个博物馆的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 有条件的 管长量要到达多少 然后要对外公开 就是他的管长量 要到达多少 然后要对外公开 我们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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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吗 一条一条来 你要先动一搁子哪一条 人员酬金这个部分 因为他这个单价写的都是四万二嘛 那总共有两笔 那我是动一这两笔先搁置 因为这里头讲的 说又有私立博物馆的这个工程问题 那我们要知道究竟怎么样他才能够 或许我可以说我家也有一个博物馆啊 然后你聘一个人来帮我做工程管理 我解释一下 辅导私立博物馆成立是要 博物馆学的相关人员 他不是工程人员 我们刚才前面那个四万多的工程人员是 因应我们的相关修复工程 历史建筑的修复工程 必须有关 必须有了解工程的这个临时管理人员 所以这是因应内建工程 聘请的临时管理人员 我们现在历史建筑有哪一个是有工程的 有中立 明年会动工的有中立国小 中立警察局宿舍 杨梅故事园区在动工 杨梅故事馆 隆团中兆正文学园区 有四个大工程 还有正在进行的都还有 旅宅祝春堂啊 旅腾芳啊梅鹤山庄 好 我先说您那个孙岩的那个临时 临时那个搁资案哈 刚刚第一条那个 0249 临时人员筹集 71万2800元 这部分有没有人复议 113万4千元 113万4千元 有没有人复议 有没有人反对 560 , 660 丰 相当一笔560万7千 相当一笔460万7千 搁置 有没有人复议 对于第2条56万7千元的雇用人员的一个筹机 有没有人服役 服役通过 真的第11月还没一见 没有好通过 第42月没一见 通过 第43月没一见 好刘茂茜留意言 局长我请问你 我们办理眷村文化节 目前600万吗 对 你是分几个眷村 我们就是鼓励各个眷村 都会通知他们来提案 那补助款的部分 是针对眷村去提案 那我们有一些特定的 譬如说我们每年 都会到巴德路光市村 我知道啊 你们钱只有30万啊 那个是补助款的部分 钱又不够 我希望你看嘛 你不管闽南文化节也好 眷村文化节也好 所以我问你嘛 眷村文化节你办几个吗 还有我们的规定 你的钱这么少 你有600万 所以你是办几个眷村文化节 几个眷村文化节 对啊你办几个地方啊 我们大概都会在 眷村多了 像巴德龟山啊 中立啊龙潭啊 都有还有大溪 大溪桥爱 都有去办 五个 几个地方 杨梅还有杨梅 杨梅也有 六个 你去年 今年办了几个 大概六七个社区吧 六七个那你怎么样分 平均分一个社 办一个文化节也不止30万 我们去年的预算多少钱 大概都是为止600万 那为什么路光 我们巴德的路光比较少 没有比较少啦 就是因为 针对他提案的规模来补助 是针对他提案的部分 对对 还有局长你这有限定 一定要里长办吗 没有没有 那我希望我们明年换一个方式 眷村文化节 我们不一定都要里长 我需要社区的主委来办 都可以 你让他不同嘛 因为里长再办就是那个样子嘛 好 好不好 明年由社区的主委办 好 让所有的眷村感受到 大家参与啊 还有钱我希望 不要光给 我们也不是乞丐 你如果照你的这样的经费 路光不止啊 你就不止 只有30万 办的 因为你的经费少 所以他办的节目 就没有办法凸显嘛 其实我们补助款 最高额度 就是25万 那我们会再研究 因为有的是 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业务费 一部分是补助款 我知道 可是你这里有六百万啊 你就没有限定 如果今天那剩下的钱被吃掉了 那我们辅导他们提案 就是把那个活动的内容写得更精彩 我知道 我希望你专款专用 如果今天你六百万办六个社区 一个社区有将近 起码 现在可以这样的 乘以二吧 你不一定只拿30万去一个眷村 你再办 有钱好办事 你既然要办眷村 眷村节 你要给他们的钱才能动啊 你的卡车只给30万 30万的规模就那样子啊 那你不如不给了 而且你说 我刚也问你嘛 你说办六七个地方 那代表一个地方 最起码的经费 有将近一百万的上下 八九十万 最少的话也有八九十万到一百万 对不起 因为我们不是全部补助吗 我们还有业务费 业务费就是我们有办国际 有办论坛 有办公室 為什麼要這樣 那在我的宣誠 你中間直接抓到你的宣誠的宣誠 每次未來的活動 今天也真的很怕 愛愛的宣誠 然後你接受的宣誠 我要接受的宣誠 你放手上去抓到你的宣誠 你放手上去抓到你的宣誠 你現在不在這宣誠 你現在不在這宣誠 好 那個 劉茂全議員 沒有一切好 那個李彥強的議員 那當然講到眷村文化解 會衝進來的原因是說 我們龜山區 在目前為止 只有一個最大的活動就是我們眷村文化解 我們眷村文化解 我們眷村文化解有四個 有四個社區 但是在以前的時候 吳志良做縣長的時候 因為我們龜山沒有縣議員 所以我們眷村文化解 都是由我們鄉公所來舉辦 好不容易咧 我們身為直轄市以後咧 這個六百萬啊 說實在 不是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六百萬的時候 在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我們發的有地景節 發了很多地方都有活動 在各項的報章雜誌裡面 都有看到各位有出現過 我請問一下 龜山區有出現什麼 龜山區只有出現一個 閩南文化解在搜索兩年半 第二個就是眷村文化解 主場稍微大一點 可能花錢少一段 可能花兩百多萬 但是只有四個眷村 那好不容易這麼一點點小小的補助 那你如果每個都分開以後 那對於龜山就不公平啦 我們龜山已經忍耐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所以我對於眷村文化解 我剛剛在外面聽到的時候 我當然可能你們各位 可能不瞭解這個整個流程 我眷村文化解 我當現任由開始 我就不斷的爭取不斷的爭取 不斷的爭取好不容易 我們身為持久的事以後來 把稍微一個大廠的活動 在我們龜山區來舉辦 當然啦 我說實在話 我們龜山區啊 以前是全桃園縣裡面 第三有權的單位 我們的活動 其實根本不需要靠憲政府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我們現在所有的活動 所有的活動 都在各區來 是三區來舉辦 我們龜山辦了什麼活動 我請問一下 但是我們不能忌妒 因為各地區各方向都不一樣 像我們現在行屋啦 以前是最窮的一個區 補助款最少 但是我們現在地景文化學 辦了三千多萬 或是龍我姐辦了一個地方 龜山有辦嗎 沒有 但是我們從來不會因為沒有辦活動 而感到什麼 而感到我們說 哎呦我們是虧了 委屈了 因為這是全市的發展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我們 以龜山為主場 那是一個天津地的事情 當然你們巴德 一個陸光四村 不是不辦 當然也要辦 但是我希望說 有其他節目來cover 所以說我本身 本期希望說 眷村文化學的預算 不要刪除 因為我畢竟來講 我從縣議員 從縣議員 一直到市議員 我這六年來 我每次開會 我都有到現場去開會 各位有沒有去開會 各位自己心思肚明嘛 好不好 不要說因為這樣子做你見面看 因為我每次都很了解 因為我今天會辦到這樣的規模 辦到這樣的項目來講 是我這六年來 這七年來 我每一次都有參與 每次都有去開會 我甚至還沒有辦活動的時候 我就請局長 通知我們的文化科長 到我的服務處 告訴你 今天我們辦 今天我們辦 你要怎麼辦 我是這樣努力 所以我拜託各位 我們對於規山 好不容易只有兩個 兩個節目 希望大家會尊重一下 好不好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那個 劉毛寫劉議員 我已經講了 劉毛寫劉議員 好 先給他 我這個問題我是第一次嘛 我想特別強調 李雲牆議員可能剛剛聽錯了 劉毛群議員剛剛講的是 你不可以用業務費吃掉這個委辦費嘛 你業務費你們自己就有變業務費了 你這個委辦費是要給這些團體或者眷村 他們來辦活動 你不能把你的業務費 把它吃到這裡面來嘛 你這樣就會相形之下 這筆預算就會被你弄掉了嘛 好 那個 對不對 你原來六百萬 你就應該六百萬都給 這個眷村裡頭辦 而不是你們把你們的一般的業務費 又吃到這裡來 所以我想 林議員剛剛沒有聽清楚 我們劉議員的意思是這樣 我們明明會把這個補助款再提高好不好 因為我們補助款目前是一百五十萬 我們再來提高補助款 因為那個社團辦的都是針對補助款來的 謝謝 沒有問題是你 你這裡寫的是委辦費嘛 對不對 你委辦費裡頭有六百嘛 對不對 剛剛劉議員強調就是 你不管是委辦也好 我跟你講你補助社團辦 是不可能讓你業務費吃進去的啦 那你是用委辦費的時候 你才可能偷偷的暗度呈倉一下 對不對 然後叫他把你的一些業務費灌到那個裡面去嘛 所以我在這邊強調喔 郡村文化節喔 越辦越小 這是事實 越辦人越少 這也是事實 所以你們要反省 你知道嗎 你們要反省 為什麼會是這樣 那事實上大家都很期待 以前辦的時候很熱鬧啊 不管今天在智利也好 在什麼縣光啊 還是什麼路光啊 都辦得很好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們現在呢 是不夠用心 還是就像剛剛劉議員講的 你把業務費吃到委辦費 所以名義上看起來那麼多錢 可是事實上呢 拿到他們手上要真正在做事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 那我希望這個部分喔 你們真的能夠再去檢討一下 那剛剛劉議員講的 我希望你們特別的要求啊 你們自己已經 業務費就有了 不然我們幹嘛要 每一顆每一顆的預算 這樣子省呢 對不對 你科目之間的預算 是不可以挪用的啊 好 請那個劉貓寫劉議員 我請問你 我們如果今天在這筆預算 我們專款專用 只能用在眷村的辦活動 而不能業務費吃掉 可不可以 龜山兩百萬我沒有意見 但是真的啊 局長 你想想看龜山多少人 八德多少人 你只給我們三十萬 你今天餘心何人啊 然後你再用業務費來吃掉這些錢 我希望辦活動的錢 就全部給眷村來辦活動 我的經費 不可以再做 我們那個會議請問 我們這個就決議辦理眷村文化節慶 然後相關活動拿掉 專款專用 全部用於眷村 業務費不可以來吃掉這些 怎麼可以業務費來吃掉這些 可不可以 我把相關活動拿掉可不可以 這筆費用本來就是全數在辦眷村文化節慶 那你剛說業務費吃掉啊 我沒有說業務費吃掉 我說這是業務費 我們給社團 那你告訴我 你六個眷村去年的錢怎麼編列的 那是另外的補助款一百五十萬 什麼一般補助款一百五十萬 眷村的 我再講一次 眷村的業務費是六百萬 那另外有一個一百五十萬 是純粹給各個眷村社區 我們輔導他提案來申請 配合眷村文化節慶 我知道嘛 我希望就是直接辦 你相關活動拿掉嘛 就全部辦眷村嘛 我們不希望有業務費來吃掉啊 那你加上一百五十萬 那你就有七百五十萬 辦眷村文化節 絕對都是專款專用 那你告訴我 你去年你六個區怎麼使用的 你告訴我 你說龜山兩百萬 陸光三十萬 揚梅比我們人更少 你的錢怎麼用的 好我們請文化科把這個六百萬 你先念出來啊 是陽關支出列出來 那你念出來啊 因為我知道陸光的錢怎麼用啊 陸光是補助款 我們下面還有一筆補助款 一百五十萬 是針對各個眷村社團來提案 我們針對他的提案內容 辦的活動內容 來核發補助金 好我希望你把今年辦的所有的資料給我 那我也把相關活動刪除 就是讓這個辦理眷村文化節節慶的所有的開支 我不希望再聽到有業務費 來吃掉我們辦眷村文化節的美意 好我看今年的預算我就知道了嘛 你把今年去年的怎麼樣使用的情形給我 好不好麻煩你 謝謝 好我先請那個謝章文議員發言 那個局長啊 那個相關的這個眷村文化節 或者米蘭文化節 這個執行的計劃 去年執行的這個計劃 相關的這個明細啊 你提供給我們所有的議員做參考 這次都沒問題都公開的 第二點啊 局長我拜託你 你在說明預算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說明清楚一點 好 其實為什麼 為什麼我聽老半天 我就覺得你說不清楚講不明白 對不起 因為你這個預算裡面 業務費裡面包含了很多項嘛 像你這個預算書裡面 業務費 那它下面包含了什麼呢 包含了保險費 包含了臨時人員的籌金 包含了那個暗日暗見 記籌的這個籌金 當然也包括這個委辦費嘛 你委辦費是業務 業務費下面的這個科目之一嘛 對不對 那你這個預算的話當然是專款專用啊 你不可能說把這個辦眷村文化節 或者是辦閩南文化節的這個預算 拿去做人事經費的這個支出啊 對不可能 不是這樣嗎 所以你要這個科目你要說清楚講明白嘛 對不對 他業務費用下面 有分裂那麼多的這個小的 小的那個那個 預算的這個科目嘛 是不是這樣子 謝謝 謝謝 幫我解釋 說不清楚講不明白 你這樣的話你就誤導我們的議員同事嘛 對不對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那個 我先說一下那個 流氓區議員所提的那個 那個動議案 說關於那個 附帶說明那個部分要 那個說明欄的部分要 後面等相關活動那個 要刪除是不是 要取消是不是 你說明一下好了 相關活動 相關活動不要 三十五等相關活動 是不是 有沒有人複議 那個 蔡英文換一眼 那個謝謝主席喔 我說比較 因為委辦費喔 基本上 他涵蓋很廣嘛 那你把那個我想 要詢問一下說 這個 所謂的眷村 眷村文化節 我們有個法定交日 叫做眷村文化節嗎 好像沒有嘛 所以你這個節慶的等相關活動 後面幾個字把它槓掉了 那我不知道以後要辦什麼 我們有中秋節 我們有端午節 好像沒有眷村文化節嘛 沒有嘛 如果把這個活動把它槓掉了 那這個 擺明是把這個六百萬把它槓掉 不能用了嘛 而且齁 我認為這個很不公平耶 因為眷村文化跟我們閩南文化 閩南文化賺大宗嘛 也才六百萬 很不公平耶 至少說閩南文化佔了眷村文化的兩倍三倍以上 我們人口數比較多嘛 至少編著一千三百萬以上嘛 你不公平耶 去我台灣人嘛 無意無事嘛對不對 為了這六百萬 大家差到要死 我們眷村文化節六百萬 閩南文化節才變六百萬 欺負什麼 莫名其妙嘛 所以本期動議啊 眷村文化節跟閩南文化節 兩比不上 各自 補足資料 再來討論好不好 謝謝 本期動議各自啊 我現在處理那個 善用翻譯的各自案 那個 好 林小營 不要討論他的族群性 也不要討論他不公平性 是看地方上自首這個需求 剛剛講到以後呢 被人突然說 閩南沒有捐贈文化節 難怪閩南文化節也沒有這個名稱嘛 所以這個名稱我們不要去討論 我們是理性就事論事 那閩南文化節呢 因為一個文化要有根 有根這個族群才會生存 那閩南眷村文化是因為最近 眷村全部採取以後呢 希望能夠保出個 眷村文化節 讓這些住在眷村的人 能知道這個節系 知道自己根 這是一個重點 同樣呢 我們客家事務局也是一樣 也是重點 同樣閩南文化節也是重點 我現在說明說 我們不要用分什麼 你是閩南 或是你是客家 或是你是分你的那個 原住民或是分手 都不要分這個 我們就預算來就事論事 第一個我要問一下局長 我們這個委辦費 我知道有兩筆 一筆是委辦 是給標道的廠商 在做我們任何的行銷 以及我們地方上面 做一個什麼 還要沿途 做一些旗幟什麼的 這是委辦 我說我拿辦理對不對 但是有各區 因為我們有陸光 有貿商 有金鐘 反正在外面的社區 還非常非常多 所以那時候 你是希望說 讓這些人都能夠參與 那參與 我委辦給人家 你不能這個 委辦的就標給他 那你這個參與 這個所謂的這個 業務費來講 就是希望給你 譬如說你陸光行程 你要辦 陸光市村你要辦 我給你辦 然後你市委行程要辦 我給你辦 在我們這些款之下面你看 你編了一個項目 這個錢嘛對不對 對 我們那個是編在補助款 補助款嘛 你要補助 你委辦 你委辦就是什麼 委辦要注意到 委辦費是要上網招標啊 是你要十萬塊錢 你要上網招標 但是你委辦費不需要啊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市六百萬的工程 六百萬的工程 一定要找一家來廠商招標 所以你一定要有個正式的公司 來標的工程 那委辦費就不一樣 委辦費你各區各區 你有需求的時候 你再來申請 我們給你這個補助嘛 對 在四十九月 有一個眷村文化的補助款 好 我們先請那個蘇嘉明議員 說明一下 舉辦議員 你管我在哪裡 我想喔 剛才我也拜託蔡議員 蔡永光住在我的鄰居啦 不要因為大家都是台灣人 沒有分建築 沒有分本省 沒有外省 我們客家 我的土地公文化節 我一直強調 一樣 大家都有你拜 那我們的 大北公共客家事務局 一起也可以辦 那建村 他們有他們的特色 明蘭有明蘭的特色 土地公土地公的特色 所以我想我們拜託蔡永光議員 也不要再修正 因為這個本來就因為 就修正在我們的 建村大家已經辦過好幾年了 大家互相融合 大家難得做同事嘛 何必說什麼 那明蘭啦 我們各家 這樣就沒意義了 拜託蔡永光議員 給我點面子就撤圍 那給我講到公道話 那我們的預算也不要 擱置就給他過 那以後什麼意見 大家互相在 有機會互相討論 不要這樣引起說 哎呦 什麼明蘭我們家的 比較多錢 什麼建村比較多錢 好不好 大家共同來 好不好 好 拜託兩位好不好 好 那個蘇議員 為了我們意思規則 我想說請到你的 一起上座好嗎 蘇蝦米議員 大家都收尾了嘛 蘇蝦米議員好不好 拜託拜託就好了 我跟各位議員 拜託一下 我跟各位說話 你收尾了 你看你還要擱置 好 現在就沒要改了嗎 現在就沒改 沒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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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 好 謝謝 好 拜託拜託 通過好不好 好 沒通過 主席好不好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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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敲嘛 你一直都不敢敲 黃金平 黃議員 等一下 我想 蘇蝦米 蘇議員 麻煩你請到你的位置上 坐好嗎 要不然我的眼睛 視力不是很好 會亂點 請你到你的位置上 不好意思 謝謝 可以了 因為怕主席你敲錘喔 43頁啦 我對眷村文化解 剛剛大家講的 我沒有意見 我有意見的是另外那個 一樣是43頁在它尾辦費 裡面那個 最上面的 56萬7500塊的那個 文化資產局 補助辦理桃園 憲光二村的空間活化再利用計畫的 展覽活動費用 還有它下面的這個 123456 第六個50萬的 辦理憲光二村駐地工作站的 清潔維護相關業務 局長 憲光二村現在的狀況 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你們之前不是文發科 還是文創影視科 對它這個保管的這個力度很嚴密嗎 你還是有什麼展覽活動 這個住地工作站 其實清潔費是50萬 這個50萬是辦活動 就是住地工作站 我們相關的是 有找到當地 原住戶的一些研究調查的 住地工作的相關的一個 文化展覽的一些費用 嚇死人了 連借都不借人家拍 會啊會借 五天又演五天 少來了 文化科跟文創影視科 不是很硬嗎 文化科長在哪裡 站起來一下好不好 那文創影視科呢 你們不是把這個 憲觀二村 當成你們私人的禁籃嗎 不是把它這個很嚴密嗎 不肯開放嗎 五天嘛 對不對 笑死人了 我上次就跟你們講過了 什麼心態 市長鄭文蔡都說 不准用這種時間限制別人 把這個憲觀二村 當成你們家的花園嗎 沒有跟宇宙報 我們現在也正在 你還敢編制什麼展覽活動補助 笑死人啦 你不借人家 還不開放 你編制展覽活動騙誰 本席動議這兩筆預算 擱置 一百剛好一百萬吧 五十六萬七千五百塊 加上五十萬 你們這兩個科長 我要求你們提出說明 否則擱置這筆預算 這兩筆預算 你把這沒關係 我把這兩筆預算擱置 你們好好把這個相關資料 背起來跟我說明 我們已經把這個短暫的 你不用再講的沒關係 你兩個科長都站在你後面 局長 那個主席 我動議這兩筆預算擱置 OK好 謝謝 我先處理那個 黃金平議員的第一個擱置案 是五十六萬七千五百的經費 預算 各位有沒有故意 故意 好擱置 第二筆是五十萬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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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通過 第四十四頁有沒有一件 沒有 沒有 好 通過 第四十五頁有沒有一件 沒有 黃金平還議員 哪一個 那個 黃金平還議員的是不是 各自 已經通過了 各自 各自通過啊 兩筆啊 一個五十六萬七千 一個是五十萬 都通過各自 五八科印資格跟文創一次科 把它當成這樣一個 這麼封閉的一個地方 還編這個玉石的便當費 你們根本沒有人在那邊嘛 本期也是 動議跟前面的兩筆 憲光二村相關計劃一樣 動議把它擱置 請你們提出說明 七萬五的是不是 對 七萬五千五 七萬五千 好 那個黃金平還議員動議 七萬五千 先嚴格制 有沒有人服役 服役 好通過 針對第四十四十五頁有沒有一件 沒有 好通過 蘇帥林議員 補充一下 這個局長 因為剛剛本來不想提的 那但是因為正好 我們有議員提到他擱置 我就真的想要再講一下 像你們在這種 憲光二村在辦活動 那你們這個其實 都是有給他一些委辦費用 對不對 然後這個整個經費 整個管理也都有給經費 可是呢 他們要求辦活動的時候 對外叫學生團體來擺攤 講難聽喔 沒有這些人擺攤喔 你還成就不了這個活動 然後跟他們學生要求來擺攤 都還要跟他們收租金 我真的覺得喔 實在也是蠻 對不對 學生 你應該是按照 按照這樣應該是要免費的 提供各大專院校 所有的這些學生 你如果願意來 類似像這樣的一些 類似的活動 你願意來這邊參與 就鼓勵都來不及了 然後還要收租金 我真的覺得喔 你們的管理喔 我覺得你們的管理喔 真的有問題 回去喔 謝謝 那個時間到了喔 四月中午午休時間 我們兩點主持開會 三會 休息了 兩點 兩點 三人 停 先喝 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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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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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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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